魏晓天情知此人厉害 其码头工人都听他指挥 从人数上看 几方并不占优 可搭剧并不在乎这些 今夜上海滩最能打的扛靶子 必须给我低头 要么臣服归顺 要么永久消失 因为他还留有后招 在教头的身边 他安插了一个人 小豹 在码头工作了多年 得到信任后 早已看透了教头的功夫 如今已到王炸的时候了 而熊虎鹰豹中的神力 黑鹰也已赶到 若长刀战胜了浪子 再加上这个恐怖的杀手 即便教头长有三头六臂 也必败无疑 小豹和黑鹰 在码头旁无忌地肆虐着 工人们纷纷倒地 这是实力的差距 人数并没有任何意义 教头的眼睛长了一向 这是他杀人之前的一个习惯 他的手已经握紧 就在此时 空中却缓缓飘下一屋 浪子夜不凡的围巾 教头默然抬头 就见到高高在上的长刀 围巾离体 长刀来 浪子死 教头双眼湿润了 他尽量控制住心绪 面对强敌 他反而要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冷静 魏小天一声高呼 黑鹰小豹 立刻合围过来 这一战 教头已入死局 而就在此刻 树道寒光在 漆冷的星光下 一闪而没 攻击教头的三人 同时向外闪去 趁此机会 教头早已出手 棒起初 小豹头骨尽碎 腿到时 黑鹰肚腹传长 而另一边 长刀早把魏小天 踩到脚下 魏小天大会不解 怒斥道 你不守规矩 拿了我的钱 就该履行承诺 长刀 你不是一名 合格的杀手 长刀面无表情道 我的确破了 杀手的规矩 因为顾我的人 不是人 杀你之后 我自会 给我自己 做个交代 魏小天到死 也不相信 长刀真的敢杀他 可那把 令人生畏的小刀 已然出手 一刀毙命 不再给他任何分辨的机会 长刀回转身来 望向教头道 江湖有船 十三太保 教头 长刀 虽然见过我出手的人 全都死了 可十数年间 我一直排名在你之后 今日 我到领教 阁下的手段 教头平静地说道 刚刚你说 跟他们几人联手 我则必死无疑 那时 你自当排名第一 而我 只会成为过眼烟云 那时 谁也会记得 当年的排名呢 长刀却道 我会记得 那便足够 教头 出棍吧 教头当然明白 只有这种人 才会练成绝顶武功 因为他们两个 本就是同一种人 这场较量 只为了印证彼此心中 对武学的理解 和武道的感悟 胜负 早已变得不重要了 当教头那根 混铁大棍急速插来时 长刀的身体 却没有动 棍风入体 长刀的胸口 顿时咽红一片 既然看懂了武道 便早已看淡了生死 他告诉魏小天 何为杀手的准则 人 要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和道义 规矩并非永恒不变 冷血 杀手的心 或许 也是暖的 谁又知道呢 江先生 已经顺利地坐上了 前往香港的客轮 为了这一封密信 搭上了 无数意识的生命 江先生顿感尖头 无比沉重 只有尽快地 将信件中的内容 公之于众 让汪伪政府的阴谋 大白天下 才能对得起 为此而牺牲的弟兄们 夕阳如雪 或许明日醒来 那一轮红日 便会冉冉升起吧 全篇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